林大輝向靈智元議員 陳菁姐 寶芬議員 《成員教委員》 謝謝院長 我請陳院長 好 陳院長請 大位請 大位置好 院長好 上任幾天 一個多月 一個多月 今天要審議的這個議後 有關於經濟跟社會任性 還有共享的這個條例 那相關的預算3800億裡面 那有撥補了大概300億做勞保 相關的益柱 那我想這個重重之重 你心裡應該明白 當年你也是我們的年金改革的 這個召集人 所以我想這部分 真的很希望有時間坐下來 好好跟您溝通 那我知道您這一陣子在 宴請我們執政黨的立院的一些同仁 那請教為什麼只有對這個 執政黨的立院委員 才有這個福氣 才有這個資格 跟你坐下來好好溝通正式的問題 按完例 我們都有跟這個黨籍的 這個立委有做溝通 那我也很歡迎 如果委員有需要 我們也願意跟委員 所以按往例都是跟執政黨的 相關的委員做溝通 謝謝他們的支持 跟建議 所以您會改變做法 也可能跟在野黨其他的委員 一起做溝通嗎 這次是您宴請 是您出錢的吧 我想跟所有朝野黨團的這些委員來溝通 是我們行政院 我很希望能夠真的您說到做到 因為在之前2月1號2號 您到我們民眾黨黨團拜會 我也就提過了 希望您能夠不要像過去我們蘇院長 雖然他霸氣十足 勞記福利 但是我相信他也造成很多朝野的對立 還有議題上面的這個無法溝通 那既然您已經來這個這個擔任院長 雖然過去是我們的副總統 現在擔任行政的這個大長官 所以在國會的溝通以及政黨之間 不要造成這個彼此的更大的撕裂或對立 應該是您的這個溫暖 堅韌裡面的第一個信條吧 我會來努力 那所以是不是有機會讓我們五位委員 跟您也一起能夠坐下來 即使不是餐序 還是可以坐下來好好的溝通正式 可以嗎 好 大概什麼時候可以確認 跟我們時間地點 因為接下來就是總質詢 所以總質詢當然是一個可以直接對話的關係 但是時間上很有限 特別這次我看到您跟黨籍立委的這個溝通裡面 包括非常多的議題都已經這個在在餐序裡面 他們可以跟你提出來 那我不曉得這樣的一個私下溝通方式 回到真正的這個議政的這個制度 或方案的改變機會有多大 但起碼你們的溝通是比較順暢的 但是跟在野黨的委員之間並沒有這個管道 所以我相信剛剛的提議希望院長就說到做到好不好 我努力來做 好就麻煩您好 那接下來就來跟您救教 您在這個 2017年的時候呢 就是我們國家年金改革這個召集人 改革委員會的召集人 那當時你有兩個 結論呢 其實是蠻令人這個感佩的 第一個你就是說 大概在112年的時候呢 你會檢討把勞保合併到勞退的可能性 過產的年限呢 已經提早到2028年 那整體的虧損狀況呢 大概從您這個 上一張 您畫的圖裡面 我請你認真在幫我們國人做一個說明 您上一張圖裡面畫這個圖 聽說是您畫給夫人看的 因為他 他在問我說 到底怎麼樣的方式 調整匯率 或者是 延長 這個服務的期間等等 怎麼樣才能夠 讓這個年金的基金能夠永續 所以我就畫了這個圖 但是這個圖是當年的 這個軍公教保的 公教退服制度改革時候畫的圖吧 對 這個有適用在勞保上面嗎 勞保的部分的話 我看勞保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情形 就是勞保第一個人口很多 第二個呢 而且台灣的人口也在老化 然後工作的期間也在延長 那這勞保的部分呢 當時在勞保年金改革的時候呢 有幾個方案會來進行 那當然第一個 一定要讓所有的勞工能夠安心的 就是說 政府要負最後的給付責任 這是第一個 所以我們現在 這107年當時你們已經有講到 第二個呢 就是說政府需要有撥補 因為 政府要撥補 那政府撥補的200億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從2020年開始呢 實際上就有到現在 如果再加今年的450億再加上300億 加在一起的話 有1470億 那1470億的話 我們是有超過每年200億 所以到目前為止 啟動現在 您還是在講我們蘇院長的政策啊 他這個最得意就是說 勞保的事情你們大家都沒做 只有他做 就是撥補 所以到目前為止呢 撥補了大概就是加上300億是1400多億 除了這個政策之外 到底還有沒有改革的可能性 還是回到這一張 這一張圖 當年您畫的時候呢 看起來就是說 要為了這個公教退府制度的可永續性發展 所以不得不一定要降低給付嘛 所以這個降低給付 要砍一部分的給付 這是事實 而且也做了 那當時您講了一個名言 我們蔡總統也講 就是說現在不做 馬上會後悔 現在不就馬上就會倒 好 那這個圖跟這個表 如果放到七年後現在的勞保 你覺得我們勞保到底要不要改 現在不改 會不會後悔 好 勞保目前財務的狀況呢 我們大概歷年來都是維持大概八千億左右的 這一個基金的水平 基金的水平八千億 那所以到目前為止是穩定的 那當然勞保的這一個基金 但是您知道二年二八年這個八千億會不見 我們看下一張 跟這個院長做個複習 這個五十年的年金幾副表 這個是我們的徐部長 在一百一十年的精算報告裡面提出來的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你現在的基金水位有八千億 你如果要維持都是未來十年八千億 你可能嗎 你到二零二七年 你的水庫已經是變零的 這就是您剛剛講的 你在跟國人宣布保證 大家安心我們的水庫會基金維持八千億 這是可能的嗎 你前天在媒體上還這樣講 我真的是替你感到有點 無法當你的幕僚 但是我很希望真誠地告訴你 你勞保要維持八千億的基金水平 你明年要補多少你知道嗎 徐部長 你要維持八千億 你未來十年維持 每一年有八千億水平 你明年要補多少你知不知道 是三百億嗎 報告委員 我們這個勞保精算 他會 別再講精算了 我就回到我們院長講的 他現在來承諾 以後基金水準維持八千億 這個叫做準備提存 部分準備提存 要維持這個水準 讓國人有信心可以 如果這是政策 請問你明年要補多少 是三百億嗎 不是 是一千一百二十七億 後年要補多少 兩千一百多億 所以這個如果是政策 就大聲跟國人講 政府會負最後支付責任 每年撥補就不是兩百億 院長 這就是要跟您講 這步啟動改革 所有的問題累積到後面 就是水漲船高 這個壓力就會壓垮 所有的連基金的 這個所謂的提存準備 八千億都會不見 而且是二零二八年 馬上就到了 這件事情不能推給下一任 您現在今年 到底要不要啟動改革 我想這個 勞保的改革 需要有勞資跟政府 商方面 一起來討論 那現在呢 在當時的 進行到哪裡 我們的共識會議 開過多少場 今年您上來之後 您有要求徐部長 停下所有所謂共識會議 共識會議的結論 早就出來了 到底進共識出來的結論 是哪三個改革方案 您的三支劍在哪裡 我想最重要的 有沒有 因為您對這個太了解了 2016年 您就聽過所有的精算 當時 2016年的精算報告書 都還在這裡 您還對三個報告 您也多所評論 您還記得您當時的三個結論嗎 第一個 我們的費率基本上 不可能維持在12 所以您有講到 最起碼要在18左右 這是您當年的第一個 費率不可能不調 第二個 你要撥補200億 是當時的承諾 算起來也不可能 第三個 你們希望 投資報酬率要4%以上 去年我們勞保才虧了嘛 勞退也虧了嘛 去年的勞保的基金 因為 全球的 經濟的關係 所以 會有虧損 可是如果 你看今年 今年1月跟2月的 這一個 我們如果期待 可以用這個 投資報酬率 來增補 當然是好事 你就不用 今年拿我們的 這個叫做 超額稅收 再來補一次 拿全民的稅 來補一個 社會保險的供 我說國人會接受嗎 也許你們覺得 理所當然 很多人在講 社會保險本來 就要有自己 能夠做調整的機制 所以當時 你的決策已經很清楚 你希望費率到 這個18%以下 如果是12%到18%中間 是以未來20年 如果他的這個 精算有所虧損 才逐年調漲 這個制度 你已經都有了 為什麼你們到今年 特別是許部長 我看一下許部長的 經典畫面 2020年他上公事 有話好說 他當時講得很清楚 他說他準備 7月就要提出版本 結果隔了幾天 嘎男兒子說要繼續 收集意見 繼續來取得共識 我們的共識還要凝聚多久 我們現在勞資政之間 不可能有人所有都滿意的 那你到底要怎麼改 從哪裡開始調整 今年到底有沒有要提版本 我再問一次 三位都不回答 我請院長回答 好 那個 勞保改革的這一個部分 確實是需要收集更多的資料 就如同我剛才講的 我們要跟這個雇主還有勞工 以及呢 和政府這邊我們再來討論 那 可以等就是了 這個議題可以等就是了 是不是 我們看一下當年106年 年金制度改革非改不革 當時就已經把軍工 教勞 各個破產時間都畫出來了 這是在您擔任召集人時候的文宣 這個時候還可以適用 下一張也是一樣 106年年金報告 越晚改 財務越差 這也是您的這個任內提出來的 106年的勞保建議的評估方案 這個辦法報告 全部你都看過了 那只是您離開這個位置之後 這幾年 行政院長或者是勞動部長 對這樣的一個報告 並沒有延續性去做 那雖然第一年這個蔡總統 103年有個版本 但是後來 107年有個版本 但後來呢 兩黨也沒有排審 所以屆期不連續之後 第10屆完全沒有版本 也沒有排審 所以到現在4年幾乎又過去 所以我還是很誠摯的跟院長講 我們看撥補的狀況 我剛剛講 如果你們要維持8000億的水平 你一年沒有補到1000億以上 是不可能的 更不要講 你這個只要2028年 水庫變臨 你當時勞工的心情會如何的恐慌 國人會如何看待勞保 新的世代會怎麼 怎麼有對這個制度有信心 所以你的時間非常的有限 你除了撥補之外 你如果不啟動 所謂的這個修正的這個 這個法條 來進行審議 不可能讓人家 接受你對這個世代 已經負起的責任 好不好 所以我想最後 李仲欣堂 再問一次 今年第七會期到五月底截止 有沒有可能送出修法的版本 或者是召開所謂你們講的共識型的國事會議 所以委員你的建議是我們要提高這個匯率 然後要減少支付嗎 你只剩下三條路可以走 所以今天如果你認為 費率要把救債切割一定程度做調整 叫做新舊制切割這是可行的 國外也做過 但是你必須要有一個永續財源 所以我們會提一個財務永續的勞保方案出來 這個是你們的研究報告 110年就已經說過 那我希望您這樣子站在你旁邊的許部長 110年計算報告裡面三大決策 早就已經跟政府講了 要不要做而已 所以新舊制切割當然是現在的12%一定會調高一點 第二個延退、掃領、多角這件事情 當然要跟勞資雙方對話 但是你的三期二期一比是不會改的 這是基本的 就剩下所謂的這個叫做年限的部分 則算平均公司的年限 是180個月還是現在的60個月 這可不可以談 當然可以談 所以既然要改革 你們的勇氣要拿出來啊 你今天問我一個在黨委員 我當然有想法 可是你們的精算報告花了這麼多錢 去年12月底做出來的精算報告 三大決策 沒有任何的經濟 然後跟我講到處開協調會議 開共識會議 開諮詢會議 請問要開到什麼時候 當年公教勞保 今天在座都是公務人員啊 有問過他們嗎 公司在哪裡 就砍了啊 就做了啊 現在怎麼樣 現在是 所以 是什麼考慮 來 竹記長在旁邊 你最了解啊 是不是 當年就不後悔 現在後悔 就是不要改最好 那最好啊 大家不要改 等著看他倒嗎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是時常在檢討 唯一也知道 那個是我們開園截流的方案 是大家共有的一個目標 你講的是公教的開園截流嘛 但是如果開園截流的一個各種方式啊 還要大家共識啦 謝謝 你在講公教當年開園截流 所以當年砍下的部分 依照回自己的保 還沒有政府撥補嘛 是不是 那個是 結余的部分 所以現在勞工拿到政府撥補 要感恩戴德 公教的結余 大概已經 就四年來已經結余了 一千多余 通通回到退府基金去 是 所以 制度改也會痛 大家當年也很多的意見 那既然 那個院長 您當年是年金改革的召集 現在還是輪到你 回來承擔這個責任跟角色 我上次雖然講的不是很好 我說是不是上帝的意志 如果是麻煩 儒敢參加 努力 快走 好